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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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日本的顶级超跑LFA那台V10的发动机 它也是亚马哈的手柄 对了 秋名山上的那台A186破海开的那个4AGE的发动机 它也是亚马哈的 只有丰田问亚马哈要大排量发动机 除了丰田 如果沃沃当年没有获得亚马哈的V8发动机 那它今天还是一个北欧小众品牌 正是这台亚马哈的V8发动机 让沃沃第一次和BBA站到了同一条起跑线上 当年沃沃提的要求可是非常奇葩的 它们要做一台钢铁很小的V8发动机 因为它们要横置的放在发动机舱里 这就像是要把大象关在冰箱里 而亚马哈居然给它做到了 再说F1 有很多家F1车队都是用的亚马哈发动机 我们来数一数 丰田 乔丹 泰利尔 还有Brahman 这些车队都用的亚马哈发动机 问题来了 既然你发动机做的这么XX 亚马哈为什么不自己造车呢 其实也不是不想造了 是丰田和亚马哈都属于三井财团的下属企业 人家早已经划定了江界 做了一个君子协定 四轮归丰田 而两轮就归亚马哈搭井水 不犯河水 左手掐右手的人间悲剧 这些财阀可不想看到 不过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是 最近丰田造了三轮车 而亚马哈也造了三轮车 不知道这个三轮车的领域现在是归水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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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